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归到了中国国籍 而当房主民要求退美国国籍的时候 美国移民局曾多次挽留 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房主民一直是美国国籍 在加入花语娱乐圈后 毅然决定放弃美国籍赶入中国籍 并且一直很低调地媒向媒体透露 成龙透露 美国移民局找他谈过多次 想把他留下来 但他的态度很坚决 中国人吗 总要任主归宗 落叶归根 我跟他妈妈都支持他 据成龙大哥透露 当初的房主民加入美国国籍 也是有很多的无奈之举 他们并不是为了拿到美国国籍 而是为了逃避狗仔队 之前有两个娱乐圈的女孩子 被狗仔队逼得自杀了 而当初房主民也是狗仔队盯的人之一 当时成龙和夫人林凡娇决定赶紧送走房主民 一天夜不能让房主民待在中国 等风平浪静 房主民再次回归中国之后 成龙才发现 原来中国国籍是全世界最难入的国籍 中国是非移民国家 截至目前为止 真正能加入中国国籍 的也不过寥寥几百人 而当时成龙大哥的很多朋友也劝说 在美国那边至少是二等公民 福利待遇军远胜国内 为什么非要回来 而且由于西方与中国文化的差异 老会有一种被人歧视的感觉 终于在大哥的努力下 房主民于2009年正式回归中国国籍 我们下期见